各位游客大家好 欢迎来到雪霸国家公园武林游气区 我是解说员张彦霖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介于万寿桥和迎宾桥之间 这里有两条溪流 左边是国宝云樱花沟稳归的故乡七家湾溪 右边则是有盛溪 这两条溪流在迎宾桥交汇后往南流就是大甲溪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几种溪流鸟类 包括千色水冬、河屋、紫啸冬、鸳鸯等等 千色水冬是武林最常见 也是数量最多的溪流鸟类 它圆滚滚的身材非常的可爱 另外还有一种会潜水的鸟 就是全身咖啡色的河屋 它的脚强健有力 不仅会在石头上面做萝卜蹲 它还会潜水捕鱼 根据调查 一对河屋在浴除的时候 至少捕食了64只的小樱花沟稳归 所以河屋可以说是樱花沟稳归最大的天敌了 来武林的游客最想看到的就是樱花沟稳归的真面目了 除了在迎宾桥外还有两个地方可以看到樱花沟稳归 一个就是在鲑鱼生态中心 游客透过版面的解说可以了解鲑鱼的生态 还可以近距离的看到鲑鱼哦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关鱼台 关鱼台游客可以俯瞰野外樱花沟稳归的悠游身影 另外有机会的话还可以看到鲑鱼跳起来觅食哦 在武林七家湾溪和有盛溪 还有机会常常可以看见一种美丽的水鸟 就是和爱情花上等号的鸳鸦 鸳鸦属于珍贵稀有的鸟类 在武林到的积水库都有鸳鸦的分布 鸳鸦是杂食性的鸟类 一些长在西边的植物像是豆瓣菜 或是这种辽科的植物 都是鸳鸦最喜欢吃的 另外还有一些水生昆虫 像是躲藏在石头下面的 早食蚕或是蝸牛之类的 也都是鸳鸦的食物来源之一 另外我们也常听过一句俗语 只献鸳鸦不献鲜 古代人一直认为鸳鸦对婚姻是忠贞不饿的 但是现代研究人员利用无线电发暴器和脚环发现 其实鸳鸦的婚姻是一季情 什么叫做一季情呢 这个一季并不是指春夏秋冬的四季 而是指一个繁殖季一个伴侣 这个和我们大家所认识的鸳鸦是不是有所不同呢 如果有机会来到武林 欢迎大家来迎宾桥看看这些可爱的蜥牛鸟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